第九十一章 好人 野狗 死则之中 伴着越来越大的雨水 渐渐还刮起了风 猴子小灰身上的皮毛都湿了 贴在身上 此刻蜷缩起身子 一动不动地躲在小桓的怀里 只有一双机灵的眼睛 还是滴溜溜地转动着 看看远处 又看看小桓 雨丝漫天落下 原本阴暗的沼泽 此刻显得更加灰暗 周围一片灰色蒙蒙的 周一先翻出衣袍 盖住了脑袋 坐在小树之下 小桓却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片刻后鼓笑一声 轻轻地蹲下 把小灰抱得紧了些 以免让风雨打到了她 至于自己 反正这时也是临了 也是无法可想的 野狗道人得意洋洋 撑着一把伞走了过来 看她的神色 自然是找不到什么 见义勇为 把伞相助 临乡西域等等的字眼 至今她道 嘿嘿嘿 小姑娘 想不想要伞呢 被雨淋湿 很难受吧 小桓在风雨中 抬头向野狗道人 看了一眼 轻轻笑了笑 雨水打在她 白皙美丽的面上 蹦开如散落的珍珠 野狗道人治了一下 本来 她过来 是想让小桓 求她要伞遮雨 然后本野狗道爷 在大大的耻笑着少女一番 最后得意的扬长而去 做坏人 做到这种地步 果然是很痛快 极舒服的 不料小桓 居然大出她意料之外 什么话也没说 更不用说开口求她 一肚子得意算盘 顿时落空 野狗道人 很是恼火 狠狠瞪了小桓一眼 这一眼 却不知怎么 让她有些走神 面前 那年轻而美丽的少女 静静地蹲着 无声地忍耐着风雨 天地间 风雨呼啸 忽然间在野狗的眼中 仿佛所有的雨点 都落在她 微微有些单薄的身子上 衣服湿了 贴在身上 黑色的绣发有些凌乱 有几率 落在了她的腮边 趁着因风雨而苍白的脸颊 有惊心动魄的 凄凉的美 她的肩头 原来是有些瘦而薄的 每一颗雨珠 落下在弹起 在散开 如晶莹的碎屑 仿佛轻轻地颤抖 若隐若现的白皙的皮肤 贴着衣裳 野狗道人 忽然急转身 不再看她 手不由自主地抓紧了雨伞 似乎要提醒某人一般 一叠声地道 我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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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环 本来不打算理她的 但这一下 反而有些了好奇 看着野狗古怪的行径 嘴里还莫名其妙地 说着什么 祈祷 道长 你说什么 野狗道人吓了一跳 不知怎么 心中有些发虚 瞄了小环一眼 看见小环眼中 神色奇怪 正望着自己 雪白的脸上 雨水滑落 便是她的身影 在风雨中 也有几分的 楚楚可怜 要你管 野狗忽然大怒 大声地咆哮 小环正了一下 耸了耸肩膀 低下头去 这些猴子小灰 正看着自己 忍不住 微微一笑 向他吐了吐舌头 小灰咧嘴 吱吱地笑了两声 风吹 雨飘 这一场风雨 似乎永远 都没有结束的时候 小环 渐渐地觉得 身子有些发冷了 正担忧的时候 忽然间 一泪一声 只觉得 头上的风雨 突然小了许多 抬头一看 却是正住了 野狗道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伸出手 把伞 遮在他的头顶 只片刻的功夫 雨水 就打湿了 他的身子 诺 送给你 野狗道人 仿佛是跟某人 过不去一般 恶声恶气的道 小环 站了起来 惊讶地道 道长 你 野狗道人 眼光在他的脸上 瞄了一下 却见小环 微微惊恶的脸上 有晶莹的水珠 正悄悄地滑落 还有 落在他细长的睫毛上 倒映着他 亮晶晶眼眸里的 美丽光彩 动人心魄 野狗道人 顿时如被火烧了一般 把伞 往他的手里一塞 立刻走开 也不顾满天的风雨 大声地骂道 你们这些小女孩 整天就矮装可怜 可恶 可恶 小环拿着伞 望着野狗道人的背影 呼地笑了出来 声音如风雨中 依旧清脆玉耳的风铃 大声地笑道 道长 你是个好人啊 野狗道人不敢回头 呸了一声 怒道 猴说 你家道爷 我从生下来 就是个坏人的种 一辈子 都要和你们这些 正道好人 做对到底的 小环 撑伞 站着 微笑着 望着野狗道人的身影 野狗道人 伞 方离手一会儿 全身上下 依然都湿透了 向四周张望一下 这也找不到什么地方躲雨 最后还是走到了周一仙坐着的小树底下 哼了一声也学周一仙的模样 把衣领往头上一扯 盖住脑袋 闷声不响的 任凭风吹雨打 周一仙 向旁边的野狗道人的丑脸看了看 见他的脸色 复杂古怪 又是懊恼 又是尴尬 呼得笑出声来 一笑之下 邓时是忍耐不住 几乎连撑衣服的手也顾不上了 笑个不停 野狗道人恼羞成怒 怒道 你笑什么 周一仙 指着他哈哈大笑 连风雨打在脸上也不顾了 大笑道 哈哈哈哈 我是坏人 我是坏人 哈哈哈哈 野狗道人 瞪时面红而去 原来 这周一仙 耳朵居然颇尖 小桓没听怎么清楚的话 他居然在远处就听见了 此刻看见野狗道人 做了好事 却似乎违背什么原则一般 很是恼火的样子 实在是忍耐不住 大声地笑了出来 几乎打跌 野狗道人大肆恼怒 砰地站了起来 周一仙 吓了一跳 嘴上雾字哈哈笑着 身子便往后退 不料啊 这雨天落滑 脚下一步流神 砰地向后摔了出去 掉在了一个泥坑之中 浑身是泥 野狗道人正了一下 见着老头周一仙 手舞足蹈 大是滑稽 瞪使满腔的怒火 消散无形 忍不住的 也大声笑了出来 他二人 彼此的取笑善骂 随即争吵不休 小桓站在远处 微微而笑 也不上前 此时 风雨侵盆 仿佛雨势又大了些 天地间一片的肃杀 只是在这凶险死则之内 却还有处地方 有淡淡的温存 黄昏时刻 这一场雨突然就这么 嘎然而止了 前一刻还昏天暗地 要下到世界末日一般 后一刻却已经云开雾散 不知道是不是死则 这里特有的天气 小桓 长出了一口气 把伞合起 向天空望去 只见虽是黄昏的时候 但大雨过后 雾气烧退 天色却似乎比白日 还亮上了少许 就连空气里 那些腐坏的气味 此刻也暂时消失了 小桓回头 向那棵小树下望去 只见周一仙和野狗道人 果然还坐在那里 刚才风大雨大时 二人还大声地争吵 但现在经历风吹雨打 显然都没什么精神了 都是有气无力地 把折头的衣衫放下 哗啦啦的一声响 水流如注 从衣服上倒了下来 小桓微微一笑 转过身子 放下了小灰 小灰落在地上 蹦跳了两下 随其全身的抖动 将水珠抖得四处乱见 连小桓也躲闪不及 小桓笑骂了一声 望见旁边不远处的一片水草 似是个小池塘 便走了过去 找到个水草较少的地方 向下看去 池塘里 水草茂盛 便是这处水面 稍宽敞的地方 也似乎倒映成 悠悠清脆的壁色 看不清这池塘 到底有多深 小桓对着水面望着 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 慢慢地整理着仪容 将被风雨打乱的发丝 慢慢地归拢 只是身上的衣裳 毕竟被风雨打湿了 贴在身上 很是难受 身后远处 周一仙和野狗 似乎远远地又开始拌嘴 但话声不大 听得不大真切 至于周围 更是突然安静了下来 从无休无止的风雨中到现在 仿佛特别地寂静 甚至连旁边 清清水草之上 那晶莹水珠 沿着绿色的叶脉 悄悄地滑落 滴入池塘水面的声音 也仿佛特别地大声 小桓忍不住深深地呼吸 这雨后微带甜味的空气 突然 身后一直安静的小灰 发出了尖锐而紧张的 吱吱的尖叫 小桓吓了一跳 睁眼欲问 却突然哑了声音 面前的池塘之中 前方冒壁的水草池内 赫然竟有一双眼睛 比寻常人大了一倍以上 正注视着他 小桓失声惊叫 远处周一仙和野狗道人 都是大吃一惊 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只见小桓面前池塘水面 突然爆发 一股粗大的水柱轰然而起 直向小桓袭来 小灰 尖声呼啸 小桓 灭色刷得白了 但神志仍不慌乱 击破中 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左手伸到怀里 说时迟那时快 眼看水柱就要打在小桓的身上 突然从小桓的左手间 发出了一道橙色的光环 形成了一道光幕 在他的面前挡了一挡 那粗大的水柱被橙色的光幕 当面一挡 邓时停在了半空 不得前进半分 水柱之中 同时发出了一声 沙哑之急的闷呼 只见 水柱在半空一阵摇晃 夹杂在白色水花中 出现了一道黑色的影子 便欲落回池塘之中 小桓 惊魂未定 正要后退 就在这时 只听了半空中一声锐笑 鹅黄身影如电如光 急驰而来 瞬间闪到了他的面前 正是金平儿 只见金平儿 翘脸寒煞 右手挥动 紫气瞬间大涨 直入池塘水波之中 片刻间轰然巨响 池塘里激起了一道汹涌的水墙 直冲上天 高于树掌 那个黑色的影子竟被他生生地逼了出来 只是居然还有余力 虽然不敢和金平儿正面交手 但顺着水势向后的翻腾 扑通落在水草之间 只见身躯扭动 竟如一条鱼儿一般 迅疾无比地向前游去 众人都是遗症 那怪物看去似乎像人 但这等在水中的动作 却哪里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金平儿的眉头微皱 却没有追赶 眼看着那怪物的影子 就要消失在池塘远处的一片薄雾之中了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 那怪物却又是一声沙哑的怒叫 薄雾之中 玄青色微带血红光芒微微一闪 那怪物立刻翻身飞回 似是极为恐惧那道玄青色的光芒一般 只是他的身子腾在半空 只突然望见 脚下池塘里原本清脆的水草 从他脚下的方向向两旁衍伸 突然全部迅速地枯萎了下去 变成了焦黄之色 甚至连水面上也隐隐地泛起了黑色 只有往金平儿那个方向 水草依然不变 那怪物仿佛发出垂死的怒吼 但终究不敢落在池塘池中 飞身向金平儿那里扑去 显然要做 拼死一搏 小环失声惊叫 姐姐小心 金平儿脸色如常 翘脸上浮现出了冷笑 只见黑色的怪物越来越近 金平儿翘目一闪 右手腾起紫芒大盛 周围的众人也看不清那璀璨紫芒之中 到底是何等法宝 便见紫芒如刀 向那怪物当头披下 那怪物吼得一声闷寒 身子被激震而起 到半空十丈之高 随即重重地摔下 手脚抽搐 看样子是不活了 四周渐渐地静了下来 刚才还波涛汹涌的池塘里 水波也渐渐地平静 众人的目光 都向地面之上 那个怪物看去 然后所有的人 包括金平儿在内 都震了一下 他果然是个怪物 但却是个人一般的怪物 他也和人一般 有着手脚四肢 甚至在身子上 也有紧身的衣物 只不过看来 是为了在水中方便 所以衣服很少 裸露出来的皮肤上 一片一片的 仿佛是鱼鳞一般的东西 但最令人震撼的 却是他的头 他竟是一颗鱼的脑袋 嘴唇 鱼腮 甚至连双眼 也和鱼一般 是没有眼瞼的 此刻 这鱼头人身的怪物 倒在地上 从嘴里 不断地流出血来 身子一动不动 看来是被金平儿 重重一击 生生给劈死了 小环望着地下 那个怪物 韦时觉得有些心寒 下意识地 向金平儿的身后 缩了缩 金平儿 伸手 轻拍他的肩膀 低声地安慰着 墨迹 从前方 薄雾之中 缓缓地走出了两人 虽然同时走出 但两人 却彼此离得颇远 似乎对对方 仍有戒心 正是鬼力 和万毒门的秦无言 鬼力目光转动 在金平儿身后的 小环脸上停顿了一下 随即移开 小环看了看鬼力 又看了看秦无言 心中不由自主地 一阵震动 这三个魔教 最出色的年轻一代高手 突然秘密相会 其中缘由 一想起来 便让人觉得 既迷惑又刺激 秦无言 走到那个怪物的身前 用脚踢了踢他的身体 怪物翻了个身子 一动不动 秦无言 淡淡地说 死了 躲在一旁的小灰 吱吱叫了两声 跳上了鬼力的肩头 鬼力看了看野狗盗人 又向周一先和小环 望了一眼 似乎皱了皱眉头 随即缓缓地道 该说的都说了 就这样吧 说着 他转过身子便欲走开 秦无言忽然道 鬼力兄 这不仁不受的怪物 突然现身此处 颇有蹊跷 你难道没有什么想法吗 鬼力停住了脚步 没有说话 却是金瓶儿 望了秦无言一眼道 怎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秦无言正了一下 随即 微微地摇头 再看金瓶儿和鬼力的脸色 似乎也不知道 这半人半鱼的怪物 是何来历 正在这时 忽然旁边一人走出 朗声道 这怪物 来历 我知道 鬼力等三人同时吃了一惊 转眼看去 却是周一仙 连小桓 也吃了一惊道 爷爷 你知道 周一仙 面上物质 还有一点污泥 粘在额头上 但此刻的气度却是大非寻常 覆手而立 面色巨傲 道 你爷爷 一声浪迹天涯 走得瞧啊 比你走的路还多呢 你当我白活吗 这怪物 名叫鱼人 其实也不算是妖物 而是南江十万大山 六十三种义族之一的 鱼人族 鬼力等人都是医政 南江十万大山 这自然是谁都知道的 但南江荒野之地 居然还有六十三义族所在 却是闻所未闻 但看周一仙的神色 却并非随口胡周 金瓶儿皱眉道 那这就奇怪了 南江离此死则不下万里 这鱼人跑到这里来 却所谓何事呢 这一问 却把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周一仙 给问倒了 抓了抓脑袋 值得道 那 那我就不知道咯 在场众人沉默了片刻 在场众人沉默了片刻 简再想也没有结果 鬼力当先转身走了开去 猴子小灰趴在他的肩膀之上 呼的回头 向小桓挥了挥手 咧嘴而笑 小桓 微笑 野狗看了看小桓 随即跟了上去 但还没走几步 忽听小桓在背后叫道 道长 前面颇多凶险 你要小心啊 金平儿一正 向小桓望去 却见小桓 微微而笑 脸色却没有什么变化 倒是前头的野狗道人 走得飞快 也不知道是听到了 还是装作没听到 头也不回 快步跟上了鬼力去了 秦巫颜 向鬼力走的方向 望了一眼 走到金平儿的身边 微笑道 金仙子的紫芒刃 明动天下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啊 金平儿淡淡一笑说 秦公子取笑了 我怎么比得上你啊 随便略施小毒 便将这池塘 变着毒池 五十年间 也寸草不生了 秦巫颜目光一宁 仿佛面色也冷了些 看了金平儿一会儿 才缓缓地说 在下 在下这扶平小毒 眼中闪过了一道寒芒 随即脸上又浮起了一道微笑 点了点头道 如此 如此 在下就先告辞了 所约之事 金平儿打断了 他说 你放心 那件事 我知道怎么办 秦巫颜 微微一笑道 好 说着 向小环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转身也走了去 很快地就消失在这远方的薄雾之中 带到秦巫颜的身影消失 金平儿仍然沉默了片刻 忽然 长长地出了口气 小环 站在他的身后 几乎同时感觉到 原来金平儿的身体 一直是紧绷着的 此刻 才放松了下来 姐姐 你没事吧 小环有些担忧 金平儿微微摇头 看了小环一眼 柔声道 刚才 我没及时赶过来 你没受伤吧 小环笑了笑摇头说 我没事 倒是刚才下雨的时候 淋了一下 不过幸好 哎呀 金平儿一正道 怎么 小环跺脚说 我忘记把雨伞还给那个道人了 金平儿怂了怂肩膀道 那就先留着呗 以后有机会见到再还就是了 小环默默地点头 金平儿向远处望了一眼 忽然似有所觉 低声对小环说 小环啊 以后你要小心那两个人 小环不解道 什么 金平儿目光闪动 似有寒芒 淡淡地道 刚才那两个男子 具是辣手无情的人物 你往后看到他们 最好立刻离开 千万不可接近他们 小环默然 缓缓地点头 但心间不知怎么 呼得一阵枉然 隐隐又想起了多年前 那个被周一仙骗去银两的 青云少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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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